大家好,咱们这节课咱们来进行安装一下Push Gateway 我们安装的话也是可以去他们一个官网上进行下载 来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一些Explorer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MySQL什么的这些 我们这里都没讲到 你有需要的话 然后自己再去看一下 基本功能都差不多的 这一个Push Gateway 看一下Push Gateway 现在的话是水星版0.6 我们先下载一下 下载的话 地址是和我们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贴的 这里面的话我们下载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又新使用了一台新的一个虚拟机 然后的话是2020.177 我们使用一台新的虚拟机 就是为了和其他的我们这些服务 然后进行一个分离 这样的话呢 要不然的话全部都装在一起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特别的混乱 因为我们在上面每一台机器上面 都装了好几个服务 这次的话我们都使用一个新的服务 你假如说你装在这个上面 这三台上面的话 你只有三台的话 你装在这上面也是可以的 问题也不大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下来下来 我们再重新支援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没有多大 应该是很快的 有可能的话是晚上然后的话 嗯这个速度然后比较慢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大概五六分钟 我这边的话我就停止掉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就刚才从这里边 嗯已经下了下来了 我们把它直接那个传上去都可以了 嗯把这个删掉 嗯我们来减压一下 它里面的话就一个文件 就一个可知性文件 就是一个pregateway 然后把它放到usrlocal边下面 来试看一下 看到然后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 嗯保证命令 嗯我们看一下它的命令的话 也不是很多 我们看一下嗯有一个就是一个 指定我们一个真听端孔 嗯默认的话也是991 我们不指定的话 嗯就是991 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嗯指定它的一个 嗯那个 嗯模板路径 嗯有那个UR路径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嗯我们也不需要去指定 我们来看一个 嗯 这个参数就一个持久卷 嗯这个的话呢也是说 我那个嗯 我们不不使用这个 嗯参数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它的一些 那个metrics值 嗯只要这个这个程序 停止掉之后 它所有的一个metrics值都会丢失掉 也就是说它这个默认情况下 它的存在内存当中的 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持久的一个 嗯保存的话呢 嗯我们就那个 你要把只需要把这个参数加上就可以了 然后指定一个文件 嗯就行 嗯我们这时候我们去使用一下 那其他都有些那个 嗯那个 logo 级别 所以说那个嗯 其他那个也没啥那个 嗯可以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嗯我们直接是使用第二个 我来看一下 看 啊看 啊 怎么那个没有起来 嗯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起来 然后9091 没起来 没起来的话 我们是直接是先去嗯 之前在前台去看一下 看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嗯忽略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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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 嗯 嗯 9091 嗯这个文件怎么回事 嗯 嗯这么奇怪呢 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看这个 系统好像那个出了问题了 怎么过不去了 删不掉啊 嗯算了我们那个直接然后自行吧 Push gateway Push gateway 看看web 然后0.0.0.0 其实的话我们这个都可以 那个不需要指定 嗯然后 我们把这个 等一个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tmp下面 push gateway push gateway edit 嗯 没有这样的主题 应该是不可以指 哦我们这里多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 是不是那个 嗯已经在运行起来了 我们去那个使用一下 嗯 你要是后台运行的话呢 您都是那个直接输 那个nobhab 然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一些输出信息 打印到 嗯 一个文件里面 我们去复制的时候 可能那个有问题 我们直接用手工输的话 应该没啥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时候只通过一个浏览器 我们去访问试一下 192 然后177 刚刚就091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那个 嗯已经运行起来了 基本上那个 嗯很简单 就两个选项 一个是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message值 嗯 这时候是空的 空的然后的话 我们是可以那个去通过 嗯那个一些命令 然后去发封一下 我们是通过命令 然后去那个模拟 然后 嗯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往我们的一个网关上面 然后去那个 那个发封我们的一个读量值 我来看一下 在176上面 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嗯前面的话那个 在前面然后是一名称 后面是一个值 然后的话呢 我们后面把它 把这些数据 然后呢 嗯送给谁呢 送给这个 Q命令 Q命令的话 嗯可以这个指定 它数据文件是一个 嗯二进制 然后的话 这是一个固定写法 嗯后面是跟着我们的一个 嗯那个 嗯 配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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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那个metrics 然后 这里是一个固定写法 后面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固定写法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job name 一个工作名称 在后面的话你可以去跟 标签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嗯 这标签是一个可选的 我们这边是第一次 我们先不跟 然后呢我们来输一下 看到 然后已经资认成功了 资认成功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不是 那个我们的交付名称是什么 白系 白系记者的交付1 大家看就是这一个 它的一个 嗯交付名称 嗯然后的话下面是它的一个 展开展开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值 这里面label标签里面 因此认识是空的 然后再是一个 有一个标签 后面的值是 897 898 好的我们去来进那个 嗯 执行第二个 你真正的然后 那个程序的话 肯定不会通过 然后这样的一些命令 去实现的 你肯定有那个 你可以去写一些 然后那个 嗯 写一些程序 你可以然后去远程去调动 我们这个 嗯 这个这个URL 然后去进行 往里面去那个推动数据 嗯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里面是一个标签 这里面这个假如 那个大括括括括起来的话呢 它里面是一个标签值 然后的话 后面是跟着一个 也是跟着一个 它的一个度量值 后面在后面我们是一个 那个URL 看这也是一个二英字的一个数据 我们是后面也是一样的 指定一个交付 一个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 又是一些那个标签 后面又是标签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应该是有两个 看到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这里 已经设置过了 然后的话这个incidence 大家看到它和哪里去定应的上 然后incidence 然后是这一个 这一个值 这个标签值 然后的话一个 那个job job的话是哪一个 这个 大家看一下 刚好是这个job name 然后后面这个是level标签 嗯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 这个是这个大括括括起来的 这一个 也是这个生存的一个标签 在这里面 然后啊 它这值是什么 这是2 就是这个 好 那个我们那个也可以通过一个 那个q命令 然后去查询一下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20.177 9091 然后matics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 嗯 这里面是都是一些那个嗯 其他一些额外数据 真正的数据我们应该是在最前面 来看一下 是不是都在这里 是不是和我们写的是那个都一样的 这个后面是这这都是标签 然后的话这是一个名称 后面的话是一个值 嗯好那个我们这个那个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简单的演示 嗯 去怎样去那个去创建一个 发动一个matics值 然后还怎样去查看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 嗯我们去尝试去删除一个 嗯 删除的话我们也是使用一个q命令 看一下 现在的话应该是剩下一个 你看到 剩下一个 还有一个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我们怎样去呃 设置一下看 Permicius 然后去呃 从这个pigateway上面 去拉取我们的一个 matics的值 也就是说这一这一节 到这一节 我们是已经实际完成了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程序 去然后那个发送matics值 到我们那个pigateway上面 我们pigateway上面呢 现在已经有数据了 这时候的话我们是要使用Permicius 然后去去读取去拉取它的一个 读量值 来看一下 嗯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就是 嗯把它那个配置在176上面 嗯我们这个175和176 然后都有一个Permicius 这两个Permicius 然后是一个work级别的 就是我们前面做的一个集群 嗯那个还是我们前面的一个集群 然后174是一个嗯那个嗯 嗯那个是一个主接点 我们这个不用管它 我们去看那个176上面 我们直接在176上面设置 嗯当前目录下面呢 当前目录就是一个Permicius 这个目录下面 来编辑一下 嗯 最后 我们去加一下 然后 叫本内幕 然后我pigateway 嗯 然后这个的话 它是处理我们的一个 嗯有标签冲突的话 去处理我们的标签冲突的 然后 file sd 我们这时候是使用的一个 嗯文件发现 file 指定我们那个文件在哪 tag的是 push gateway 然后是这个下面的新点接生 我们的一个发行时间 我们的一个发行时间 我们是五分钟 好 好 那个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 目录 然后push 嗯 getaway 嗯 然后push点gson 只要是gson结尾的就行 然后tags 然后tags 我们热熟的话 进行一个那个热配置 grip 嗯 pio 赛主的话是10255 嗯 hap 1025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196上面 76 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有没有生效 嗯 大家看到咱那个push gateway 那个push gateway 那个push gateway 已经再入进来了 嗯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tagget push gateway 大家看到push gateway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进入up状态了 然后我们去可以看一下 嗯 它的一些嗯 一个度量值 大家看到 是不是这里面那个已经出来了 这个那个 这个表达式 这里 我们用出来是2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再去那个尝试再去那个 嗯 写进去一个 嗯 我们再把这个写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两个 然后那个度量值都已经取过来了 嗯 好的那个关于那个我们的一个push gateway 一个简单配置的话呢 我们就配置到这里 我们就配置到这里 嗯 嗯